哈喽,大家好,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三管陶笛的半音阶指法 那吹好三管陶笛半音阶指法呢,需要大家要清清楚楚的要牢记这个四点 什么四点?第一个 下行的时候,我们吹第三管的时候呢 主要的这个半音的音孔呢,是右手的中指 这是第一点,第二点 中间管,下行的时候 下行的时候,那我们主要作为半音的音孔的位置呢 是右手的无名指,这是两点了 第三点,上行的时候,我们应该说上行 主要作为半音音孔的指法呢,是小手指 主要是小手指 那第四点是哪一个呢?上行升A的时候呢,是翘大手指 只要大家牢牢记住这个四点就可以了 那主主管呢,跟之前我分享的这个十三孔的这个指法是一样的 这个大家再反复的再看一看 那主管全开的这个音呢,是降E升D 然后呢,是D降D CB 然后跟下面是一样的 那我先从下行的这个音阶开始给大家稍微念一下这个音名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指法 G 降G F E 降E D 降D 中间管 CB CB 本来就是半音嘛,自然半音 然后是降B A 降A G 降G F E 往主管 降E D 降D C C B 降B A 降A G 降G F E 降E D 降D C 这是下行的 那我们再说一下上行的 上行的 刚才最第三点跟第四点 大家一定要记录一下 再说一次 上行的时候 主要这个半音的接着这个音孔呢 是这个右手的这个小手指 然后呢,上行升A的时候 第四点是敲大手指 那先从主管向上行 D 升D 不是 C 升C D 升D E F 升F G 升G A 升A B C 升C D 升D 中间管是 E F 升F G 升G A 升A 升A 然后B C 升C D 升D E F 升F G 我来上行下行 下行上行给大家演示一下 快一点 一般多数没有这个小孔的时候 你从这个D的这个音开始吹 就可以了 D升D 往上去排列 因为有的时候 一样的 因为你吹这个下边的这个两个这个半音的时候 你吹D降低到这个C的时候 容易就是说卡住 这容易听不清楚 所以说一般没有这个小孔的时候 直接从D开始或者是D结束就可以了 大家学会了吗 这个三管的半音节制法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